陸籍漁船的真相 全民等了超過一個星期 現在終於啊 等到了一段短短30秒的錄音檔 但是關鍵來了 這是茶器前的錄音檔 茶器後呢 這個翻船後最關鍵的並沒有給 當然這個事情 也不會因為這錄音檔的曝光而落幕 反而兩岸繼續的將在這兒 變得更加矛盾 下一步又會走向哪 今天利運一件大事 行政院長陳建仁他的食安報告 但是這真的是報告嗎 怎麼整份報告酒夜 看是看起來都在歌功頌德呢 感覺上整個內容變成在誇獎蔡政府 好像變成了民進黨的這個食安成果展一樣 而這一切恐怕呢 都是因為黃國昌啊作秀做過頭了 而似乎柯文哲也看不下去 藉著昨天那一場藍白的餐序 柯文哲他開始喔 要給黃國昌來一點下馬威 而且還想要回頭去擁抱民進黨 就怕自己變成空氣嗎 是的雨昕 在講到民眾黨在立法院黨團的情勢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這兩天國人關注的焦點 就是行政院長陳建仁大仁哥 不是說他也是暖男之一嗎 溫暖的陳建仁 那你應該把政府針對這個食品安全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好的跟國人說明清楚 但是不是 他一開場一上台 就批評前朝失能 為什麼這樣講 明明他到立法院做了食品安全的 食安專案報告 他是要講民進黨執政八年之 食品安全問題之因應探討 結果沒想到 他一開始就講說 台灣的食品安全 曾經發生過多起系統性的食安事件 然後要企圖把它從系統性變成個案性 那系統性他就講到 都是別人的不對 就是別人的不對 從2008年的這個奶粉添加三聚氫胺事件 到2011年發生塑化劑的污染食品事件 以及2013年到2014年發生的油品 就是像劣質的這個油品 黑心油品混沖的事件 他說這都嚴重衝擊國人的健康跟消費性 我跟大家講不用陳建仁整理 我們武器報新聞的這個長場觸控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自己來整理 對 結果你還在那邊把它推給前朝 注意到2008年到2014年 都是在馬英九政府執政的時期 他有檢討 檢討馬政府 是啊 馬維拉這個時候派上用場 你當然講的沒錯 當然要檢討馬政府 食品安全都還不是你們做的 結果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後 推動了什麼食安五環 然後食安的這個問題 就從這個整個系統性變成了這樣一個個案性 所以意思言下之意 國人的這個食品安全建立的信心了嗎 沒有啊 今天才要聽你講話 結果沒想到聖騎士 不是說有這樣一個宗教信仰 應該會讓他的人心更光輝才對 這變成聖鬥士啊 你到了立法院想要拿這些議題去披露前朝 你跟這個另類的一個大革命一樣 蠻特別的食安報告 而且你看他在立法院的這個質詢議場上 這個是民眾黨的立法院陳昭之 第一次的處女秀 那陳昭之呢他會問說 其實在這個台糖的梅花豬的這個 安心屯的豬肉上面都有溯源標章 你可以去追溯他的產銷履歷啊 那溯源的話 這個陳昭之還有提到 有時候豬內臟他的這個 這個豬肉機的容許殘留量 可能比肉片高 那內臟會不會有一些殘留 這是陳昭之提出來的這個疑問 你看到旁邊我先跟大家講 這陳建仁大人哥 這個是薛瑞妍衛福部長 就主管機關 你看還笑得很開心啊 傲慢 可惡 哇所以看起來 你看到沒有 這笑你還笑 這國會議場耶 食品安全國任關注 你還笑得出來啊 從報告呢 就先檢討別人 然後再歌功頌得自己 然後再到這個反應 讓你氣炸了 而且他還反質詢陳昭之 也難怪民眾黨要提出來這個 包括內閣隔魁到隔園在內 以後到立法院不要再反質詢 我們這個立法院要建立個 國會的聽證權 調查權反質詢 那你又反質詢 而且陳建仁後面還吐槽陳昭之說 還啦我認同這個陳委員的建議啊 以後未來是不是也要這個 針對豬內臟的這個溯源 可以考慮 這一句話 一方面是諷刺陳昭之 一方面是curset 一方面是那種很輕 很輕挑式的回答 隔魁耶 為什麼民進黨的隔魁 曾經當過副總統了 可以這樣子不尊重憲政的 這樣的一個議場的方式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去羞辱立委 然後叫你報告食安 然後你去講自己好棒棒 別人最爛 你來看看他剛剛講的系統性 就是在馬維拉馬政府時期的 曾經發生的廣大的系統性的這個問題 2009年一名屏東的老農 我要特別講屏東的老農 那時候曾經跟當地的居民多次 跟當地的屏東縣政府檢舉什麼事情 2014年爆發的台灣劣質油品事件 鬧得很大啊 對 請問當時的屏東縣政府是誰 民進黨執政啊 你民進黨自己沒錯 你現在怪到馬政府去啊 當時是民進黨的曹啟宏當屏東縣長 後來還當農委會主委 在蔡英文上台之後 還當農委會主委 2013年當時這個屏東的老農 他透過朋友要跟屏東縣的這個警察局報案 結果還被吃案 2014年透過朋友在輾轉 這個要去台中報案 後來是北上到了台中報案 台中去指揮 再跟屏東地檢署去偵辦 才破獲了這個案子 那我就帶大家看 你小小的連一顆雞蛋都處理不好 對 雞蛋的系統性很簡單的好好查 你也查不清楚 所以這些實安 他通通沒有列在那個報告上 他都沒列在裡面啊 那列在裡面是什麼 這些為什麼民進黨這麼傲慢 那不是有在野黨 民眾黨跟國民黨的席次 加起來超過了民進黨啊 民進黨還敢這麼囂張 以前國會最大黨最多數就算了 現在不是了 問題就在那裡 有一個元凶 誰 不會這是民眾黨的總召 黨團總召立委黃國昌嗎 對 這個禮拜都是他的版面耶 你當時 食安報告 你要把它當成你們的秀場 你要要求說 這個要食安報告 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沒有充分的去商量 也沒有打出一個 很拉出一波 可以讓民進黨這個 被受到前置的一個戰術 結果弄得民進黨 根本不鳥你 那國民黨也不踩你 那你自己呢 後來到了這個食安報告登場了 行政院的報告送到立法院 黃國昌才會說 準備這麼久 交出來書面資料這麼單薄 有點驚訝也有點失望 這不是你造成的嗎 當時你在那邊說 我們八席的民眾黨立委很有戰力 不是說關鍵的少數嗎 關鍵八席啊 怎麼等一下跟大家講 被柯P說成可能少數 但不關鍵 不關鍵了 你們八席曾經要自詢而有 八十席的戰力跑去了哪裡 民進黨根本不理你 那最後呢 葉原資他後來在國事論壇 他有提到 你這次民進黨的這個行政院 送到了立法院的食安報告 總檢討報告才九頁 洋洋灑灑這麼多的問題 你用九頁去總結 可能那個九頁文字都很大 所以難怪葉原資說 行政院寫得非常隨便 整本報告就只有傳達12個字 就是我剛開始講的 馬英九好爛爛 民進黨好棒棒 大概一半以上都在吹捧 蔡英文政府 民進黨做的食安多棒 但是 國人聽這些聽得下去嗎 你究竟有沒有認真的檢討 但問題不就是 你民眾黨 你當時 你在這整個食安報告 提出來的時候 然後要求怎麼去前置行政院 去監督他的時候 你們到底幹嘛 把立法院議場當秀場 是不是啊 秀林姐我想問你怎麼看 這個成年人的九頁報告 怎麼看起來 很像以前那種成果發表會 我們回頭去看 哇以前蔡政府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然後別人呢 都是別人的不對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他感覺是他自己的畢業展 他只是把他畢業的報告拿出來 那原本呢 要他提的是 八年食安報告 其實本身題目也太大了 一個八年食安報告總體檢 那陳建仁說 你們既然要八年 我給你十六年 我把馬英九那八年一起加進來 送給你 十六年的食安報告 總共有九頁 所以一年呢不到一頁 一年可能只有半頁 所以這簡直是一個敷衍國會 這就是非常明顯的藐視國會 那用這個藐視國會的方式 來做食安報告 看起來民進黨還沒有學到 他傲慢執政 對於選民所反反映出來的反感 就是說民怨很多都是來自於你執政過於傲慢 那這個傲慢從蘇貞昌那種非常霸氣阿霸嗆人的這個傲慢 一直到陳建仁這個欺聲的傲慢 因為陳昭智是新科立委 他看起來呢就是欺負你 是新來的菜鳥 所以呢對你講話他不兇 但是他用一種很譏諷的語氣跟你說話 這個肉裡頭沒有驗到肉臟應該就不會有了吧 大家都知道如果呢 有任何的毒物殘留的話 內臟絕對比肉更容易殘留 大家都知道肝臟是這個分解毒素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毒的話 肝臟一定會比肉還要毒 那所以呢陳建仁根本就是在欺負陳昭智 那笑完你之後跟他說 好啦你這樣子講我們也回去研究一下 那以這個民進黨政府傲慢執政的態度 當他說要回去研究一下之後 就叫做石城大海 因為呢大家可以看到過去很多的這個案子 包括最近的這個海巡署的密錄器 那是在這個七八年前就質詢過的題目 結果到現在發現什麼都沒有買 當時告訴大家 人人都可以有 結果過了這七八年 還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呢 當他跟你說我要回去研究一下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在敷衍你 假設你都已經把錯誤導正了 那為什麼此時此刻的台灣還是寧心惶惶 人人都覺得石鞍有很高的疑慮 包括了你這個不夠雞蛋的時候 你進口雞蛋也就算了 花大錢買雞蛋 來源從哪裡不知道 圖列誰不知道 結果還能夠搞到雞蛋過期 能夠搞到這些蛋液是被洗產地等等 那這些事情才是民眾關心的 但是民進黨 民進黨團隊 完全沒有從選舉失敗當中學到教訓 他在下一次就會再被教訓 旺澤怎麼看 怎麼變成民進黨都在歌東送歌 這場的這個院會 這場總質詢大家可以看到 民進黨完全就在推卸責任 而且大家通篇看下來 剛剛靖民哥講的 四個字通媒在出現 叫西布特羅 完全沒有出現在版面上面 這代表什麼 民進黨已經轉移焦點 他把焦點不要執著在這次的西布特羅上面 他把前朝全部拉進來 全部來救援 那重點是 坦白講 這樣看下來之後 其實他不只欺負陳昭治 他還欺負廖偉祥 他欺負廖偉祥 因為廖偉祥是台中的立委 那今天下午他去質詢的時候 他還叮他說 我講的是科學 你講的是政治 直接叮 反質詢廖偉祥 那叮廖偉祥的意義是什麼 他其實在隔山打牛 打盧秀燕 因為那個廖偉祥是盧秀燕的子弟兵 那現在我在議場上我直接打廖偉祥 那是不是證明說你盧秀燕的世人不明 他等於是要做這出戲給綠燕的大眾看 那其實坦白講 今天不只民進黨沒有好好把話講清楚 其實民眾黨大家對他也是失望的 因為這一個禮拜大家都希望說實安報告 民眾黨是能夠發揮戰力 尤其黃國昌大家說是戰神 那你今天應該就要有所表現 把這個問題給找出來 要不然你看 你前幾天還在說要主持這個所謂的朝野協商 幾乎針對的議題來做一些工訪 可是你今天看起來完全沒有聲音 那沒有聲音的時候 大家會對於民眾黨未來的質詢 或是說你要再召開所謂的朝野協商 大家會打上個非常大的問號 所以還有這個禮拜大家也很關注的就是黃國昌 大家都說好像這個禮拜都在看黃國昌 他自己的個人秀啊個人的主場秀啊 現在是不是已經鬧到這個柯文哲 有一點點看不下去了趕快 這一張照片看起來大家都在笑 在這笑容的背後柯文哲要給黃國昌來點下馬尾 所以黃國昌是不是秀過頭了 逼了這個柯文哲要上場 也防止自己會淪為空氣 你來看這一場餐序 這場餐序我跟大家講是在哪裡 就是在台北市的立法院內的這個康園一樓 康園是立法院內的一個餐廳 他總共有三層樓的一個這個建築物 等於就是在紅樓的這個斜對面 那柯文哲坐在這個中間 你看旁邊就是藍白各自的黨團總召 包括傅崑奇以及這個黃國昌 黃國昌旁邊還有這個黃珊珊以及吳春成 那傅崑奇這邊旁邊還有孟凱跟這個林施明 那看起來藍白黨團好像吃飯 他從七點七點半吃到了這個九點 反正就是不超過兩個小時 看起來何樂隆隆 柯P呢帶領著這個民眾黨團 跟國民黨團參緒 然後又說閉門會談 吃完飯之後一起接受了這個媒體訪問 對於整個立法院未來的藍白合作 議題交換去交換彼此的看法 那柯P出來的時候呢 你看到他一開始看到媒體還很驚訝 明明這個餐序是他提出來的 然後也是他在之前就跟媒體先爆料 先提前跟他媒體 是你跟媒體講的 你出來之後還很驚訝 所以你看黃國昌會演 你比黃國昌還會演 兩人在比拼喔 而且黃國昌在前一天晚上也上廣播節目 已經把這個事情講出來說 隔天晚上我們要跟藍營黨團三長 這個總召一起吃飯 那明明黃國昌跟你都告訴媒體了 你出來嚇什麼一跳啊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連這種小把戲都要演一下 那柯P後來跟他們這個吃飯飯 然後透露這個飯局 自己會出席 你看到沒有 這是他自己講的 今天柯P親自壓著黃國昌跟黃珊珊 出席了這個藍白黨團三長的 這樣的一個餐序 那是有意義的喔 因為比如說啦 你看 這邊是後來雙方藍白的黨團都說 四出色善意啦 那傅崑奇特別講說 哎呀感受到柯主席雖然在寒冬 但有非常炙熱的暖暖的誠意 那當然炙熱暖暖啊 你看柯P坐在傅崑奇的旁邊 他坐中間 旁邊有黃珊珊跟黃國昌 壓著這個雙黃唱雙黃 就算是以前怎麼樣 得罪你之處啊 多多得罪不禮貌之處 多多包涵 那我今天以黨主席之尊 就壓著他們兩個來跟你吃飯 不見得說要賠不是 但是 就很有誠意啦 黨團的這個兩個總召不總召 聽我的話 都要跟著你去跟傅崑奇好好談 以前他們怎麼多麼不屑他 等一下告訴大家 然後柯文哲就說 以後指派黃珊珊跟年輕的洪孟凱 可以建立一個管道啊 以後就叫做洪孟凱 直接打電話給黃珊珊就好啦 直接溝通有事可以單目見面 不要互相猜忌 所以讓傅崑奇就講一些場面話 但是你今天看看這兩天流出來的 立法院各個委員會的委員名單 都已經就訂會了 這是確定的 然後呢也有媒體人搶先披露了 藍綠各自的招委可能的這樣一個名單 招委選舉會藍白河嗎 傅崑奇身為國民黨黨團總召 會做個態講個場面話 參緒之後國民黨團說 招委選舉沒問題啦 雙方都釋出善意啦 然後最後那個民眾黨團也說會尊重的這個 傅崑奇藍營的決定 傅崑奇嘴巴上是說啊 會持開放的態度 但林思民這兩天他有講啊 國民黨還是要有自己的主體性 不會讓給這個民眾黨團 所以國民黨團你可以說自己都還沒講好 也都沒有這個共識 那傅崑奇隨便講一講 可是根據了席次比例 民眾黨每一席在委員會都只有一個而已 你要怎麼去跟人家爭招委 除非藍營讓給你 好 今天傅崑奇講了這個場面話 講給柯P聽 柯P壓著黃國昌跟黃珊 然後看起來告訴外界跟國民黨 民眾黨我說了算 我才是主導的 他要告訴黃國昌這個意思啊 背後要告訴他這樣 那就表明你不信任他囉 是 那你除了派監軍陳志翰去那邊當民眾黨團辦公室主任之外 你還親自連這個團都要跟國民黨團你都要親自來 你看朱立倫有坐在旁邊嗎 沒有他大概也不想跟朱立倫吃飯 但我要強調是黨主席不會親自坐在這裡 你不是說黨團自主嗎 以後你要常常這樣吃飯 那民眾黨團到底在演哪一出 我到現在還是看不懂 只知道他們這是茶壺內的風暴 未來又埋下很多的衛包袋 秀琳姐你怎麼看 為什麼現在柯文哲看起來 是要給黃國昌一點下馬威 同時呢 他是不是要回頭去擁抱國民黨 你說柯文哲擁抱國民黨 我覺得柯文哲可能認為他是在解決問題 其實這個參會就是他主究啊 他不是參加是他主究 因為訪問黃國昌的時候 他是說是柯文哲提議要吃飯的 柯文哲說呢 你們三個就是總召副總召幹事長 就是他的左手邊這三位 你們都不認識國民黨那三位 那特別是傅崑琦 那未來如果要談合作的話很困難 所以呢 我來做東我主究 然後他本來是要吃便當的 這蠻符合他的風格 本來是大家坐在會議室來吃便當 結果呢打電話給傅崑琦一約 傅崑琦說 傅崑琦哪有在吃便當的啦 傅崑琦說我們當然是找餐廳啊 所以呢 最後就決定用立法院康源的餐廳 就是符合了柯文哲的節儉的個性 也符合了傅崑琦吃飯的習慣 於是就到了康源 那只是康源的這一個餐序 基本上大家就是聯誼性質 因為黃國昌說 他過去不認識傅崑琦 他可能從電視新聞上才看到傅崑琦 他們在立法院的時間沒重疊 因為傅崑琦已經關進去了 那所以呢 他不認識傅崑琦 所以他對傅崑琦 是有很多疑慮的 我覺得柯文哲應該是聽到 這個黃國昌啊 對傅崑琦有疑慮 能不能合作這件事情 所以柯文哲才說 好啦 那我讓你們兩個相親認識一下 那未來看怎麼樣子合作 所以當柯文哲在說 這個如果藍綠一起聯手的話 白就會變成不關鍵的少數 就只有少數沒有關鍵 是在說給黃國昌聽的沒有錯 因為黃國昌可能本來覺得 我沒有必要跟這個藍營之間 有任何的合作啊 我就保證我用戰神的方式 就可以在立法院碾壓大家 柯文哲就在點他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能會變成少數而不關鍵 所以就帶著他去跟這個傅崑琦 大家要建立合作平台 但是呢 傅崑琦當然 有合作夥伴 對他來講不是壞事啊 就是說有多小弟 巴西小弟也是小弟 有多的小弟可以一起 這個上戰場是好事 但是你說傅崑琦真的會因為這樣 而跟民眾黨交換什麼利益 給他們什麼實質的好處 我看也是未必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個聯誼 來電50的相親而已 這邊三個這邊三個 你們大家認識一下 那至於以後呢 打如果真的要這個打的話 就不要打得太難看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性質而已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